大家好,我是Stan 给大家非常简单详细的整理一下这些事情 因为已经澄清的Lia争议在韩国几个论坛 还是有很多网友不知详情 所以在7月20号 就有一位韩国网友再次整理了整个争议的时间线 在这里我就给大家简单的整理一下事实 因为小学生Lia跟朋友A借了3000块没有还 A的朋友B就骂了Lia 之后Lia的朋友们就在线上线下找B的麻烦 所以爆料者B也召集了朋友们去找Lia算账 在这过程中 爆料者一伙人在线上霸凌了Lia 而Lia方搜集被霸凌的证据后 说要召开学校暴力委员会 结果在双方父母见面后 决定就这样结束这件事情了 重点是借钱给Lia的A某本人 也没有觉得这是校园霸凌 再简单总整理一下就是 Lia确实是有借朋友的3000块 没有及时还钱 而双方的朋友们为了各自的朋友有争吵过 在这过程中Lia没有霸凌同学 反而是Lia被一群人献上霸凌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那个时候一开始有很多人说过 明明是双方的朋友在争吵 为什么Lia要被骂 然后爆料着一直修改自己爆料的内容 还前后不一致 所以很多人都保持中立了 但是突然就有人带风向 嘲笑监微批娱乐 说一几十霸凌女团 粉丝们一直说不是 反而还被骂脑残粉 身为别家粉丝的我 当时也觉得有点过活了 而且这种澄清闻 也只有关心的人才会看 不肯相信的人还是不会看 真的希望误会能解开 Lia真的太可怜了 正常度过小学中学时期的人中 会有没跟朋友吵过架的人吗 唉 你们每天都是拼了命的黑猴 最后说一句 哦 误会了 对不起 就可以了吗 每次都是这样 只要有争议发生 证据都还没有出来 就会有一批人先站出来一个劲的黑 然后被带风向的人也跟着去黑 在澄清之后呢 又留言心疼 对了 关于Q0霸凌争议 真相简单整理一下是这样的 当初爆料Q0霸凌的A市学校的一届 当时Q0也算是个一届 而在一斤与一斤的单挑中 A输给了Q0 所以就爆料了Q0霸凌了自己 但是在当时网上出现了 非常多同学们的证言是 A常常欺负了很弱小的同学们 而Q0霸凌只是陶醉于自己的一届 并没有欺负弱小的同学们 就这样 总之希望今天看到这个影片的大家 以后不要再误会 Lia跟Q0霸凌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长得像Gio Yu Kim Sejong的 Gio Yu Sejong 同龄好友TWICE Gio Yu Kim Sejong 一起去了济州岛的一家咖啡厅 老板好可爱 Q0霸凌最近长得漂亮的人太多了 所以能搞混 我能知道那个人的心里 所以更好笑 我应该不会遇到艺人 啊长得很像啊 真的很像 好神奇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两个人都好漂亮 好温暖 但是就算看出来了 也为了不给负担 会这么说的 所以如果大家在咖啡厅的时候 看到自己喜欢的爱豆也在那里的话 会去打招呼吗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